政府進一步推動智慧城市發展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宣讀財政預算案時說 創新及科技局今年會公布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.0 第四季會推出智方便一暫式個人化數碼服務平台 預計去到春年年中 市民可以通過平台使用超過100項政府網上服務 預算案由預留大約10億成立智慧交通基金 資助同車有關的創科研究和應用 空間數據方面也有著迷 高質素的全港三維數碼地圖 將由今年開始分階段推出 空間數據共享平台將會在2022年年底前 全面投入服務 今年我會再預留6千萬元設立首間地理空間實驗室 鼓勵民間開發應用空間數據的流動程式 他說會撥款1億開發綜合數碼平台 整合公務工程監督的數據和互換信息 預計今年第二季起分階段應用在所有公務工程項目 這更多的名調 儲物 雙方 創力 雙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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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雙方